向游新生 吉人自有天下 生活中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没福气 总是羡慕别人有福气脸 人们常说 向游新生 一个人的外貌 折射着一个人的内心 一个人的福气 往往就写在自己脸上 福气脸的三个特征 看看你有几个 佛家常说 命有己造 向游新生 静随心转 有容乃大 一个人的相是会随着他的心念善恶而改变的 很多人求神拜佛 无非是想得到上天 鬼神的帮助 但是想要得到上天的眷顾和帮助 都要从自身出发 而且要通过修身 修行 修养 让自己成有福气的人 上天自然帮助你 二乐观笑容人们常说 爱笑的人 运气不会差 一个人想要有福 先从学会微笑开始 人字两笔 一笔前进 一笔后退 一笔逆境 一笔顺境 一笔付出 一笔收获 一个每天脸上都挂着笑容的人 身上充满了喜气 干什么都乐观积极 一定有福气 所以 不论发生了什么 都要用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 始终微笑 福气必然会越来越多 三心有大气 心有大气 定有福气 一个人太斤斤计较 只会招来载祸 而真正有智慧的人 往往心胸宽广 大气之人 与气不惊不惧 性格不骄不躁 气势不张不扬 举止不为不索 静得优雅 动得从容 心得洒脱 为人慷慨大气 才能财运亨通 浮起不断 大气之人 能安安心心做好本分的角色 认认真真干好手头的事情 不为名利而争斗 不为钱财而纠结 大气之人 能保持一颗平常心 善待每个人 福报只会越来越深厚 欲成大气 先要大气 福祸无门总在心 你的心 决定你的相貌 你的心 就是你的风水 一个有福气的人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赞许 想要拥有一个福气脸 就朝着这三个方面努力吧 欢迎评论区留言 下期见 下期见